现在故宫 我跟你说 要白给你 你都养不起 那是 那我还不敢要 你按照聊天说吗 故宫每年啊 关那个猪血60顿 要猪血干嘛呀 人家那刷漆 不能到油漆店买去 不能用那个 用猪血调色 也得用过去的那种漆 怎么做 不法是吧 来做那个 对 照那个做那个漆 他不能拿油漆 现在那油漆 那那么行 怎么样 你说一年要多少吨呢 60吨 那您知道那漆都有什么成分呀 这话不大清楚 这也不聊天了 他这还有加别的 就是关税猪血60吨 哎呦 您这不说我都不知道 您这多少吨都不知道 因为为什么要猪血 就是过去人怎么配的这个血 哎 现在还得配人血 所以说它的维修成本相当高的 你看呐 根本就看不上眼 但是成本比咱现在的高多了 对对对对 如果说只用涂料 涂不出那个颜色 不是 必须调内 不是 还是这么回事 不是官是从感官 工艺上 工艺 包括你慢慢救了 咱们现在的漆救了 和那人不一样的 对对对对 刚才还是说那句话 人要的是什么 你进去故宫以后 找那感觉 你都用现在的漆了 你就找不出那感觉 哦 对 这种东西的感觉是什么 不是说的 有些东西好多不是用语言能表达的 是那种自我自身的感觉 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 故宫之前就之前在这儿了 是 你确是 你是去故宫多吗 加州的附近 还是随随 没人 四十大了 原来我去 两个年轻的时候 现在北京人 到故宫的 太傻多 欧后故宫也是 他他妈也是每年维修啊 对 他要不维修也玩完了 尤其是中国这个建筑 中国建筑是木质结构 它横着的啊 嗯 尊贸结构 用了多少年 也就一二百年可以完 对 要欧洲吧 欧洲它是拱形的 实材拱形的 实材拱形的 它就能三四百年 四五百年都没事 就除非有大火啊 火的人为了算 就咱们 中国的建筑了 就不行 对 都木质的都是横着的 对 它就有一个时间的 那什么了 对对对 因为在那重铸呀什么的 就那种苦朽 对再怎么弄 它也时间长了 也得干嘛 对